大家好,我是阿生,注意看,画面中大壮正坐在办公室里,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,大壮说道,进,小壮走了进来说道,老板,你交代我的事已经办完了,大壮说道,知道了,下去吧,可是小壮没有出去,大壮问道,怎么了,有事吗,只见小壮扭念的说道,我想接您的办公室用一下,大壮问道,用我的办公室干什么,小壮说道,下午有个相亲,大壮说道,啊,相亲哪,这可是好事,你相亲就穿准身, 怎么也推收拾一下子,小壮说道,来不及了,他马上就到了,大壮说道,这样吧,我车里呢,有套衣服,拿去换上吧,说着便拿出车钥匙放在桌子上,小壮说道,那可不行老板,我怎么能穿您的衣服呢,大壮说道,为了你的幸福,快去吧,穿得体面一新,小壮赶忙说,谢谢老板,说着拿起车钥匙便去换衣服,镜头一转,大壮正在办公室收拾着,画面中出现一位穿着大气的名字小美,只见小美进了办公室以后就说, 你就是我那个相亲对象,大壮说道,啊,你好,请坐,说完小美便坐了下来,补起墨镜,大壮说道,我这里什么茶都有,想喝点什么,小美说道,好了,别废话了,直奔主题吧,大壮说道,好,小美说道,你就是王姐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吧,大壮说道,啊,我是, 是,这时,小美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,小美赶忙接听,真是人红是非多呀,追求者太多了,像个心都这么忙,大壮笑了笑说道,来,美女,喝点水吧,小美说道,不用了,听王姐说你是公司打杂的,大壮说道,你可能听错了,小美继续问道,是还是不是,大壮说道,是,小美说道,那不就得了,我呢,腾着户口,有车有房,年薪呢,就更不用说了, 像我这样的人呢,也不愁搞对象,看你这一身穿的也挺好的,平时也不耍花钱吧,大壮说道,你说的都对,小美说道,你这么大个人,一个月也就挣两三千块钱吧,也没必要穿这么好,大壮说道,可能你误会了吧,其实我是大壮话没说完,小美继续说道,可能是我听错了,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,大壮说道,我呢,平时也没什么事,就是卖卖房子,小美说道,那照你这么说,你就是房屋中介,那么,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,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,像你这种人,天天给人打电话,招不招人反了,那我想问一下美女,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,我呢,是个非常要强的人,平时工作也比较忙,我希望我以后,你在家洗衣,做饭,带带孩子,没事就别出去玩了,听你的意思,我高怕你了,高怕难道谈不上,像我这样的人,陪你绰绰有余了,对了,你在城里有车有房吗,车呢,我倒是有一辆, 不过呢,我平时也不开,我准备送人了,换一辆客好,小伙子,有辆车开就不过了,对了,你可别飘了,听我的美说,说起房子呢,这房子是我付的首付,给我爸妈买的,等结完婚以后呢,你跟我一起换房贷,发过来跟我们一起住,这样住起来也方便,哎呀,用这么贵的手机,我一个月赚一万多块钱,也没你这么敢花钱啊, 美女啊,我们认识不到半个小时,你东一句西一句的,我落城门楼的,你跟我俩走跨巴走的,社会让你呼风怪,可能是我配不上的,我还有事,你先走吧 说那两句你还不乐意了 老板,你看他这是怎么样,你是萌萌吗,我是阿法 你是阿法,那他是 他是我老板,刚才我下楼取了点东西,让我老板跟你打成招呼,报义杀为你 阿法,我们还有事,走,出一趟 不行啊老板,我这相继还没结束呢 啊,你跟了我这么多年,我害过你吗,听我的,没说 说什么呢老板,您对我恩中如山,怎么能说这些呢 车钥匙给我 你要干什么老板 这台车呢,我送给你和我将来的弟妹,当作策略 弟妹,那他呢 拿着吗 现在我弟弟都配得上你了吧 能,但是你不配 世上女人千千万,哪个不比他心善 哥告诉你一句话 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,遇见的女人最神 患难与共遇见的兄弟更神贵,走,哥给你找个更好的 谢谢你 好 谢谢观看